我现在要吃吃饭 今天是休息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独自行动 我没有司机的电话 我就说那就算了 你自己打车吧 那时候打车眼镜又崩溃了 还好一出门就碰到他自己 今天的 outfit 只是太冷了 在楼下买了一件萌萌安套 买了一个针织 然后这个是我风衣上面的腰带 我太冷了 我要拿来当胃镜了 我们只是逛街买了食品 然后里面是非常高价的一条包团 里面一套 这扣内 原来三百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 在这边是三百欧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么贵 他说因为这是什么什么牌子 我说 oh you never share that before 给人家搞尴尬了 这就算了吧 未来还在纠结 穿的还多了好热 穿两条裤子 一出来简直了 ok 所以我们就出门了 然后本来好不容易我的气色好了一点 这几件如果搞得了脸色拉黄 最惨不得了 出来之后我就还是涂了一个口红 这样 看起来好热而且 因为他们说 身体不太安全 其实他们不希望我肚子行动 但是我来 I be like it 好 这方便是三公里 因为这个坏的人就是我 所以我就会出了一个 badass的客户 告诉你 他自己都会 it's ok 我现在已经跟我的朋友会面了 我们在一个很好的地方 吃下午茶 但是我点了一堆猪食 猜我跟谁 我们现在要开始就是说 他喝下午茶 我吃饭 为什么吃饭喝下午茶 这地方真的好豐猪 我不乱下午茶 我吃饭 我好饿 人家一端上来是这样的 我是汤呢 哦 原来是现到的 人家想到 我刚才发脾气了 我现在吃完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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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回酒店了 哎呦 聊一下 我聊的 八零元大白天 你给四个酒 啊 啊 你还早已准备来 远离商业 去的地方 逛逛 ok you mean that market is dangerous no it's not dangerous but you have many pickpockets so it will cost me more money right yes they try to pick up your money or your credit cards i see i see ok i'll be careful are you opening now yes yes it's opening now ok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merci francois merci beaucoup no a plus ciao je te rappel sale sale 哇塞我遇到一个好好的出车司机啊 刚刚不是他还帮我打电话问那个市场 有没有开门 然后让市场会讲英文的人来 跟我说 要注意什么东西嘛 然后就让我把那个钱 就让我把包包这样背 下车之前我用 我就用翻译软件告诉他那个法语 的那个 我说我有点害怕 哎呦天哪 这个地方确实有点危险 然后 他就比手似的 让我把耳环摘掉 让我这样拿住手机 然后把钱分散的揣 怎么怎么样的 好像人好好很年轻的一个小哥哥 人非常好 然后他就 这样抓我的手腕 就说 嗯 然后我就下车了 但是这边打算真的很贵哦 就是这样 好 有点点臭臭的 好像是一个小洞 底下 a god way didn't need a wall to build a new space 黄竹 都随便能买 然后 这家前天得 我打车软件了 崩溃了 刚才遇见了一位很nice的lady 她让我去 直走 然后前面说有一个church 然后去那里打车 不许我能去那里试一试 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不在商区了吧 这边应该是就是生活区吗 其实刚去那个市场还有点慌 我就必须把自己装的特别tough like tough guy 在走路上这样 我没头就没有放下来过 只能让人在酒店家接我 因为我身上就这么点钱了 还好我今天穿的好冷啊 面包袋不是明天的 好饿好冷啊 好想喝一个咖啡 我现在真的要吃一顿 每天是一天 每天是一个新的日子 你和你一起来 to be with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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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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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夾出去 嗯刚刚已经到酒店100米了 被旁边有一些 买包包的电讯 然后我就走法来 现在又走远了 在准备叫出差 移路上没有看出差 好了 hey guys 我现在呢就是 刚刚跟朋友吃了点lé facilities 我们去吃了韩菜 然后我去超市买了一堆 我觉得可能会用上东西 然后现在就是回酒店 今天晚上见了朋友 然后我们吃了很多很多的韩国料理 因为我们俩最近还没吃饱 然后今天晚上就是去吃的韩国的 先是吃了烤肉 然后就点了烤骨汤 拌饭 然后又点了鸡 还点了鸡爪 老板娘说 哎呀 叔你们吃不完啊 别点了 我们俩非常坚信的告诉她 我们吃完 杂呼吗 老板娘都不想跟你散 就说吃不完 就是 就是我们只有吃完了耶 一声要响的中国女人 就是这样子的 我的手机快没有电了 然后 哎 巴黎这大晚上真没什么光 衣店铺也关门了 所以我也准备回酒店 洗漱洗漱 早点睡明天再逛吧 所以我们就这样了 吃吧 吃一夜 是不是 不是 我 就是 就是